眼前这只鬼鬼祟祟拿苹果的 结果把自己给吓一跳的 就是大熊猫季兰 看到这一幕网友们纷纷表示熊出没应该让季兰来演 季兰 雌姓大熊猫 2016年6月7日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父亲是成都首支旅美归国的明星大熊猫美兰 母亲是季灵 在2019年12月13日 和哥哥季美搬到南宁动物园来打工了 网友们都把南宁动物园戏称为 熊猫界的鬼火少年 一半休闲一半点 真的是很形象 这不计兰在外场吃竹子的时候 直接用竹竿捕获了野生窝窝头 还别说不愧是花花的姐姐 姐妹俩不仅很像 就连COS猪八戒扛着九丁耙都是一样一样的 不愧是女明星 随时注意自己的外貌管理 看到脸上的腮红爽了 急忙补上 这腮红打得非常有技术 脸都立体了 还瘦脸了 隐隐约约的还涂了个唇釉 和腮红搭配还怪好看的 果然南宁动物园动物都是有趣的灵魂 纪兰不仅有趣 她还很聪明 出外场遇到不合胃口的竹子 纪兰直接生胖气了 跑到角落对着小树疯狂发现 这暴脾气 不愧是纪力出品的 纪兰是一个非常有脾气的小熊 拒绝加班 多一秒都不行 要到下班时间了 纪兰就准时守在门口 在门的两边徘徊 迫切地想要下班 门一打开 脚底就像抹油了一样 一溜烟地就跑回去了 准备干饭的时候 听到别人说自己胖 说自己懒 纪兰竹子也不吃了 拿着竹子就开始运动起来了 纪兰 看到没 别再说我胖了 拿着竹子锻炼更加表决我的决心 吃完竹子 就化身成了健身博主 疯狂地整活 纪兰 看到没 我只是不轻易整活 并不是你们说的整天都在睡觉 各位粉丝们要是在叫我懒男就不礼貌了 来吧来吧 要坚定我们四个的想法